在协调学习很有意思 老师们代课带的正好 在协调学习第一的音响我觉得很陌生 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协调学习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班的人还可以 因为他们在协调已经学过了 但是他们对我们新来的人很热情 所以就不觉得很陌生了 在协调学习的第一印象 在这里学习很轻松 老师们也不只是我们的老师 也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学习的条件真的很好 我在协调学习汉语后 我觉得我对汉语的知识进步了 这几个月在协调学习 我觉得我的中文进步很多了 我认识了很多汉字 还有我也知道了很多很多中国文化 这些就要多感谢老师们 你们辛苦了 我对汉语的刚发 从开始到现在一整不变 我觉得学习汉语好不容易 越学越分晓 但是学习汉语很有意思 也很有趣 这几个月学习 我觉得我的汉语有进步了很多 也能学到一些中国文化 我想感谢老师们 谢谢你们都很耐心的教语们 你们都很辛苦了 虽然上完课很辛苦 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好好跟同学和老师交流 所以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希望你们迟早会回到教师里上课 最后希望水夜有成 朋友们不要再犹豫着这学习 因为这半条学习不会无聊的 因为有很多可可爱爱的老师陪你们的 也会有一段时间 有可能有很多周夜 但不用担心还是要退学 因为老师们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所以大家加油吧 很多人说上网课很不容易 但是在协调 老师们都很好玩 你们肯定会觉得 学汉语固难了 也会不会弄不出 你们肯定会 Amanda 皮疙都订阅